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那这种东西就是水晶头都得了 没啥说的 真正道 好了 然后呢 这是光纤 OK 这块呢是光纤的发射器 网卡 看到了 各位 两个口 应该是吧 但是 看不清了 反正就是没有图 然后呢 光纤呢 注意不要把它对折 好吧 清晰模块 也就是往墙上放的这个东西 看到了 然后后面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些线的地方 把线打进去 它就专门给打线切 OK 那么电换线可能还是比较麻烦点 电换线有那个配线架 配线架其实也能打往线 就是一个线 一个架子上面就有卡子 然后都是裸露的 拿线的架 往里抢 卡进去的时候就相当于你把这个线 卡在上面这个水晶头里 只是 那个东西不会就说像水晶头一样 有可能你对不起 还有可能不通 这配线架一打进去 肯定是通的 明白啊 配线架 听过吗 也有 也要遵守这个往线顺去 也有 一样吧 对 也要遵守往线顺去 好吧 各位 这个线续 这怎么这么恶心啊 线续 各位 我们的水晶头有两种线续 568A和568B 568A和568B 那么 568B 是我们可能用的比较多的 它的线续是 白橙 橙 什么叫白橙 对不对 有些线是 花线 能听到 是 杂色线 前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线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两个线是绕在一块儿的 一根打开是纯色线 一根线是白色和橙色的交叉线 能听到 所以我们就叫做白橙 那么 各位 白橙 橙 白绿 蓝 白蓝绿 白松松 这是568B的线续 568A呢 白绿绿 白橙蓝 白蓝橙 OK 各位 你仔细看 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一 三 二 六 一 三 二 六 一 三 对标 看到了我在说什么 也就是说 568B的一线 是不是接在了568A的3上 2线是不是接到6上 那它的3是不是接到它的1 它的3接到什么 它的 OK 它的6接到它的1 2 一 三二六 对接 各位 理论上来说 我们传输数据的线路就这4条线 就这4条线 那剩下的这几个线是不传输数据的 也就是说 万一你接了线头 你发现口 第7根线和第8根线不亮 OK 能用吗 咱们当前的局域保的情况下 问题不大 你只要接上这个 网卡亮了就能用 OK 也就是说就这4根线 好了 没什么道理可讲 强制给我把它背下 听到了 啊 一开始的时候背不下 怎么办 照着发电杆是不是去掐线一下 啊 照着发电杆去掐 听懂了 好吧 然后呢 在这时候就会有交叉线和直通线之分了 什么叫交叉线 直通线 啊 什么叫直通线 一条线 它再有两个头吧 啊 两个头吧 两个头都是568B 或者两个头都是568A 那么就叫做直通线 它的线区一致 能听懂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会接568B 不会接568B 听懂了 那什么叫交叉线 一边是A 另外一边是B 能听到我说什么 什么叫全反线 全反线指的就是 一边是12345678 另外一边就是8765421 把所有的线区全部反过 能听到我说什么 各位 各位 先说直通线和交叉线的用途 直通线用作不同种类设备连接 听清楚 直通线用作不同种类设备连接 那我问你 电脑和交换器之间如果要练 它俩是相同设备吗 不是 所以它们又是吧 直通 那 交换器和路由器之间相练 它们是相同设备吗 不是 所以它们用直通线 那我现在问 电脑和路由器之间如果直接相连 用什么 啥意思 看啊 它是不是认为和它不是一个设备 它是不是也认为和它是不是也不是一个设备 那它们两个反反得正 它俩就会变成一种设备 你没办法说什么 所以如果是电脑和路由器直接相连 要用什么 交叉线 明白 这个是具有的搞法 你们会认为路由器和电脑是不同的设备 其实如果对远线上来讲 它俩就是同一种设备 因为什么 它们和它连都是直通线 电脑和路由器和交换器相连 都是使用的直通线 所以它们两个如果直接相连 就要用交叉线 听懂吗 能听懂啊 其实也没什么道理好讲 强制背下来就好 听懂吗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是电脑和电脑之间呢 电脑和电脑之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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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线 那交叉线 交叉线 那交叉线 交叉线 但是 虽然话这么说 我们现在的网卡 尤其是交叉线 上面 它一般可以做自视语 什么意思 你真的把 该接直通线的地方接了交叉线 它也能同 它会自动的做线续调整 但是我说啊 就算是它能够支持自动调整 你也不应该把线接错 原理很简单 它其实是浪费了你的交叉线 或者路由器的运算资源 在把其中的这个信号 什么干嘛 在强制的时候再做变化 啊 它其实是浪费了计算资源的 能不能啊 会是效率下降 OK啊 OK啊 所以劳劳记点什么 直通线续来干嘛 不同种设计吧 交叉线续来干嘛 连同种设计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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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懂吗 就图看懂吗 能看吗 有没有问题 再来说反转线 OK 反转线是什么 这是用来通过电脑 连接路由器或者交换机的管理章口 它只有这一种就法 我们也把它叫做console线 console 交叉线路由器下午上都穿了 你搬出来看 有一个蓝色的口 叫做console线 它就是用来干嘛 接反转线道 哎 反转线一头接到电脑里 另外一头接在哪 接在哪 路由器上 OK 这是传转线 那只有真一种就法 那这种东西比较少 我们用的主要是谁 交叉线和直通线 OK 那各位 如果你们现在把这个头搬下来 把你们这个头搬下来 到这个头去看 你会发现 它的线区是一样的 因为 我们所有人 是不是连的都是谁 交叉线 我们所有人 是不是连的都是谁 有没有问题 一般线区都是我的八B 一般都是我的八B 有没有问题 好 好吧 这一点背吧 一点背吧 一点背吧 其实很有用 规定的 这三二楼最高 是不是就可以了 啊 我看 有没有问题 好了 那各位 那接线呢 就没啥说到了 那 哎 线前见过吗 用过吗 这有吗 我塞 这个还不一样 这种线前会 这块 它会把它卡断 它会直接连上 但是这块 合上之后 中间会有个缝 用来干嘛 剥这个线皮的 好看 但是我说 这种线前 其实用起来不好用 为什么 非常容易把某个线 里面的内线 不一定用断 它会把里面的内线的 这个绝缘层 给剥断 剥开 这样的话 线是不能用的 它会净好才吃 行动吧 然后呢 精量还是 我们说 现在有一些好点了 它是有一个半圆的 那种能好一点 但是还是一样 都有可能 把内部的线被弄脱 所以 你弄的时候 可能有一定经验 手上得注意点力度 OK 弄完之后拽一下 然后去倒一下 好吧 还有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剥线 那这块是不是就是用来卡头 啊 给我个头 从这儿我找个线 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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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线东西接的时候 小心 对啥 首先 把这个东西拧完之后 这个线是不是很长吧 把所有的线 按线去排好 然后 尽量理直 把它排列紧齐 然后呢 然后呢 前转 把它剪齐 OK 剪完之后呢 看啊 看着齐了是不是吧 别的线脱里脱里 小心啊 先许是怎么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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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怎么样照钱 怎么样照钱 我说的 古鲁巴 第一身就是排成长 白鲁巴 可能就排得最多的啊 那有这个头 你想 你要是拿反过来 他是不是就把这个 这个最右边的结合 就做来了 那怎么样反正 卡着看到了 卡着看到了 卡着在下面 然后 这个头从外 就接线的这个地方 处理自己 这是正的 这边是步 对吗 你卡着从上面就跑了 接完这个就绑了 听懂了 全都没有 听懂了 卡着从下的 OK 头从外 口出自己 听懂了 还有 第一次卡完之后 别卡太多 就不把线都点完 别点太多 那是 你把你嘴 尤其是定在口没接口的时候 它有可能 如果在中间的盒拿绑住 它有可能会缩进来 然后 你把你嘴 嘴完之后 拔出来看 看它头是切的 如果不切 再剪一下 有办了 然后捏住 把这个地方捏住 所以让先生 尽量不要往后趟 有办 然后往里嘴 嘴在最头上 先不要直接去抢 拿到前面看 那我来看 如果你能看到这前面 所有的这个金属接头 别别别看 看这个 看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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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前面这儿 如果能看到 所有的金属接头都露出来 这不明显能听懂 能听懂 能听懂我能听什么 嗯 然后再把它掐起 啊 如果在这边看 少了一根线 说明是吧 没有站进去吧 拔出来 拔出来 剪齐再往一边 能听懂 听懂啊 要从这块看 露出来再弄 走开 走开 真是吧 好 对不对 还有 有些人接着这个线 极其热情 对啥 看这边这边 这个保护层 是在线头的这边 看到了吗 它这边是一个这个 比较寒冷的这样一个 这个托断块 你的保护层 我们必要接着 有些人接着 保护层在这儿 清楚现在这儿 这种线头和脚的原因 用可打两个月 它就会掉 能不能保护层 保护层 必要卡在这里 听懂我说的吗 啊 可是老爷不注意这种 一开始感觉到这儿 用不了半年 你的手就不重 听懂吗 还有 卡的时候 我们次把这 卡的时候 卡的时候放在这儿 先就捏 往里嘴 然后嘴 嘴不动 听懂吗 也就是保护层的头 一样漏出 OK 还是有技巧的 但是我说你们得试试啊 这东西 其实我说现在的头 要是来好 回来 一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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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毛钱 一个毛钱的头 一个头 一个头 一个毛钱 一个头 一个头 最选一 所以切人手 先让别让切 走开 他还准备 听到了 一个弯去一百个头 你能烟完之后 你折一百个头是比多的 你应该能切两个的线 就算不切错 也四个头都没有了 啊 五十个头就消失了 你要快切错两个 一百个头就没有了 听得到了 没那么少 报备 用的时候有仔细一点 好吧 是 会了吗 啊 这不说得酷 哈哈 原因是什么 好吧 抢一个我们都有 OK 我还 我记得我 我有一把非常好的 买了一把台湾抢一个 好像也在留穿上 都在那 到时候让它 给你到时候直接的进 好吧 这种头叫做RJ45这套 这种图叫做是RJ45 RJ45 它这浆花线是一样 浆花线的头比它小 浆花线是四根线 OK 这个是八根线 听懂吧 好了 有没有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接着再说 好吧 二里头就是下午 人家来接点 再试 这事怪不得 我昨天他想的 昨天下午写 写了个东西 就忘了 我在试就忘了 好了 撑撑气 OK 啊 打坐了 这个设计都分开 把它分开 一头接两些这套 另外一头再往那一套 只要亮 这些灯是不是就会亮 只要亮就证明什么 通 不亮 就是不同 记得 一三二六什么一定要亮 其实你翻译的一三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多要亮 一二三四五六都要亮 七和八那一不亮 这就不亮 听懂了 有问题 二 如果是直通线 这两个头 是不是都是 一灯 是不是和一灯 同时亮 但是如果你要接个交叉线 你都会发现 是吗 一 三 二 六 然后 然后三 一 六二交叉的亮 这是对的 听懂吧 你的线就接不掉了 听懂吗 有问题 你最少是再接个交叉线 然后再剪接一个直通线 OK 啊 接完 没问题吧 都亮了 OK 把交叉线剪掉 把它接成直通线 听懂了 脚一头就行 把568A脚了 568B脚了 听懂了吗 别翻译啊 把两个头都讲 听懂了 交叉线是用的很少 我们主要用的都是什么 听懂线 然后接完之后 稍微留长一点 弄个三公里的 然后我们说 还可以拿下给它们用 听懂吗 OK 好吧 等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 好一点的测线力 它不是这样的 而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见过吗 它带循线器 在这个小头上 有一个尖的 带循线器 只要带循线器的测线力 你办公室一百多个以上 这东西干嘛 如果你们的线上面没有做标识 按理说 所有的线只要剪下来 都要加标枪 OK 这种标签其实不合理 这种简级标签 用一个时间是不断的 就没了 它网络人卖了 那种标签的那种 就是那种搜搜套 我不知道你见过吗 它可以干嘛 一二三四五十八九十什么都有 然后揪下来往上套 明白 套上去之后 这边套湿 那边是套湿 出了问题之后 是不是可以举止盘线 明白 那个价格非常便宜 单都要配 单是 对了 就是我们说的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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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